好,大家好,現在就講到2024年屬羊朋友的運程了 屬羊的朋友,你今天有什麼吉星呢? 你叫泰陰星 至於空星方面有貫索和天殺 講吉星,泰陰其實我想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 因為泰陰其實我們說是一些女貴人 除了女貴人之外,跟錢也有關係 泰陰其實也跟錢是有關係的 如果你工作不如意的時間,有些女貴人幫你 當然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你會容易得到女貴人的提攜和幫助 錢方面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泰陰星雖然不是很急進賺錢的財星 但也是慢慢幫你進財的特質 所以錢方面的確是一年豐收的一年 至於感情方面,泰陰的幫助 舉例,如果你是男性 當然你就會比較好 因為你的對象會是女性 你容易得到女性的賞識 或者女性會看你順眼一點 如果你是女性的,也不要緊 可能跟姐妹比較容易 玩得近一點,人緣好一點 都是百利而無一害 說回一些大家需要留意的事項 灌索,灌索代表是牽制、一些束縛 可能會阻礙到你事業的發展 亦可能跟一些小人是非 一些很小的官司都有些關係 會影響你事業的發展 所以就小心一點 如果駕駛的,可能你抄牌 今年也會比上年抄得多 不過我相信大家2023年 應該都被抄不少 另外就是天煞 天煞也是一個比較 很凶惡的神煞 而且它不是我們人力可以左右到 即是一些可能突然間從天而降 一些不測的事件 留意一些流言蜚語 可能工作上也會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意外發生 即是那些意外不是代表 一些傷亡的意外 可能是一些你估計不到的會出現 不在你計劃之內 這個大家多點留意 健康運都會有80分 感情運,男命就好些 男命就95分 女命就75分 事業讀書運就85分 財運就非常好 95分,大家今年找多些 祝福你們 那有沒有些什麼可以 幫大家去增運 其實有的 大家都可能想找多些錢 但錢就沒有人言多 可以找些師傅去寫一些招財賦 今年這麼順暢的一年 就不要讓他停 錢就希望大家豬籠入水